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自己关在一个玻璃箱里 我隔着玻璃 望着她的表情 却触摸不到她 她那表情 也反映着我对自己的苛责 这大概是一种惩罚 要让我用余生来赎罪 所以我不配快乐 也不配悲伤 自从风雨侵蚀之后 院子里满是枯黄腐烂的夜 我不断地收拾 却救不了烂了根的树木 院子里的花也再也没有开过 夏天到了 只有许多苍蝇大旦的伏食着的叶片 或是乌鸦来雕食着里面藏着的小虫子 我定时把玻璃箱擦拾干净 想说这样她就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 可是似乎怎么擦 她都无视外面的春夏秋冬 她的眼神从悲伤变成了愤怒 变成了冷漠 她甚至是怨恨 我们这样隔绝久了 我望向她眼睛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 反正不看我也可以想象她的表情 天暗了 我点起屋里的灯 却照不进她黑暗的角落 我也慢慢听不到她夜里做噩梦的哭喊声 可以照样入睡 不论如何我很努力地搭理这个家 我尽力去驱赶院子里的虫子 也定起一位塑胶水 我盼望她有一天会活过来 盼望她有一天会活过来 黑夜里的鬼魅越多 我越得将灯点得明亮 理智是我的防线 或许我本来就是一个没有眼泪的人 毕竟一家之主的我 并没有资格软弱 我不能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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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